这是俄罗斯格斗史上最最奇葩的一次比赛 他们不是耳熟能详的明星 也不是什么专业选手 而是一些来自民间 平时喜欢斗上一斗的奇人异士 各式各样的怪人 真的是要多怪有多怪 也让第一次看比赛的我 一度认为自己进入到了西游世界 这里绝对没有贬低的意思 只是这里的比赛绝对奇特 不信咱们接着往下看 他们是赛事的主持人 肥瘦相间的完美搭配 堪称擂台上的玄名二老 上台方式靠爬 一个人堵着一扇门 能躺着绝对不会站着 格斗主持人里独此一家 别人家的举牌女郎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但这家赛事由于经费紧张 所以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 结果他们家的举牌女郎 只能是这样的 虽然赛事方严重减配 但姑娘们妖娆的眼神 和选手之间的互动性 却是那些花瓶们比不了的 接下来就是现场观众 他们不是充满热血的青年 而是一群年迈的大叔大妈 好像刚在公园里跳完广场舞 就被接到这里观看比赛 再来看看本期的比赛看点 独臂大哥一跳二 单拳能否敌过四手 746公斤的超重量组合 再来一台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来自石头岭的石面兽 又能否暴揍车臣猛将 先从第一场说起 画面里的中二青年 一个是光头哥 一个是呆呆男 他们左摇右晃 他们自信心爆棚 正儿八经的俄罗斯该溜子 这场比赛 他们二位势在必得 因为他们此战的对手 在他们眼里简直是弱爆了 就是这位俄罗斯版娘过 一只手臂一只拳头 他不仅要和正常人比武 还要在那台上 以一打二 这或许就是人们口中 单拳男第四手 好汉架不住群欧吧 比赛开始 三个人是不慌不忙 独臂哥假装进攻光头男 就在呆呆男放松警惕时 独臂哥开始使用战术 时间的快速移动目标 对着呆呆男就是光光两腿 一腿身体一腿面门 呆呆男是出师未捷 身先死 才万一心说 就这反应能力 再打下去也是活受罪 于是把呆呆男送出场外 干掉一个最弱的 才能和光头男放手一搏 这就是独臂哥的战术 接下来就可以专心对付光头男 低扫踢 正踹腿 尽管只有一只手臂 但独臂哥敢于亮剑 每次出招都有模有样 连续两击刺拳 让光头男背购身去 企图逃跑 独臂哥看准时机补上一腿 就从这一刻开始 光头男的气势上已经输了 虽然独臂哥只有一只手 但却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性 在中场休息时 较量为光头男传授技术 仿佛下一轮就能吃定独臂哥 第二回合一开始 独臂哥率先发动进攻 尽管只有一只拳头 也要乘风破浪先发制人 其实对于独臂哥来说 这是一场绝对艰难的比赛 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 打出漂亮的组合拳 或者是用双臂进行格挡 一旦对手发起进攻 他就只能在闪躲和硬扛中 寻找对手的初拳破绽 最终双方打满了两个回合 谁都无法再次击倒对手 但是由于呆呆难脱了后腿 独臂哥赢下了这场比赛 呆呆难也表示 如果还有机会 一定要让独臂哥躺着出去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场 他是一名俄罗斯大网红 拥有着超乎常人的身体重量 曾经在这档节目中 他和另一位网红大汉 被人在节目中一拳击倒 因此在粉丝面前颜面尽失 也正是和对方结下了梁子 对方甚至放下狠话 要在擂台上以一打二 被受打击的重量级兄弟 回到家后决定复仇 并且成立了合肥组合 每天跑步打拳苦练神功 把一头羊扛起来练力量 把对手的照片贴在沙袋 再用拳头狠狠地砸击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 但是这样的心理疗法真的管用吗 有请合肥组合闪亮登场 妖娆的步伐晃动的肉肉 登入擂台后就占据了半壁铁笼 这使他们此战的对手 来自车臣的大胡子猛将 彪悍的眼神豪放了性格 曾经看不惯合肥组合 而在节目当中当场教他俩做人 一个只敢欺负弱小 一个只敢欺负女人 在这位生性凶猛的男人面前 这对合肥组合就像是个笑话 虽然大胡子的身材足够重磅 但和两位巨兽相对比 就是大小号电池即适感 大胡子今天以寡敌重 又能否再次修理合肥组合 比赛正式开始 胡德哥先试探大胖 但他并没有使出全力 当二胖开始靠近时 他突然改变攻击目标 就是要拿最弱的开刀 只见他一系列的组合重拳 向一台装甲坦克不断进攻 二胖没打得不敢直视 离视方向后如同小鹿乱撞 大胖想要帮兄弟解围 但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情急之下只能用笨办法抱大腿 但是一切都晚了 二胖已经栽倒在地 失去左膀右臂的大胖 还没来得及出全 就被按在地上一顿暴揍 裁判也及时叫停了比赛 只用了短短30秒 胡德哥就完成了两次屠杀 二胖表示无能为力 大胖却对结果心有不满 这种比赛的好处就是 你有任何的不服气 好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接下来的比赛 就成了大胖和胡德哥的1v1 大胖一连串的前手刺拳 不断对空气城造成重伤 但却始终无法碰到对手 胡德哥一击低扫踢 也打断着尴尬的局面 二弟在场外气得背过身去 不想再看到大哥再次出丑 就在大胖出拳的瞬间 胡德哥一击前手拳命中 紧跟着一招后手大摆拳 大胖吃到两次重击后 整个人瞬间倒在地上 裁判也懒得独秒 直接叫停了这场比赛 大胖输人不输嘴 即便被打得爬不起来 但还是没有被彻底打扶 他的身体像一堵墙 但他却没有学会如何防守 如果再重新比一次 你认为他还有胜算吗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战 来自石坨山石坨岭石坨洞的 真人版青毛狮子怪 45岁的年龄 却有着60岁的颜值 因此也被当地网友称为老头 他是俄罗斯地名网红 年纪虽大 却喜欢争强斗狠 经常参加小规模的比赛 曾经在这档节目中 以弱胜强 以老胜年轻 狠狠地教训了聚毙哥 而他的对手叫做穆拉德 他是一位相对专业的拳手 正规的训练方式 年轻的身体状态 杂派军和正规军的比拼 打野架出身的老头 又能否扛得住 车臣汗将的洗礼 比赛一开始 穆拉德就显得不慌不忙 就当老头放松警惕时 穆拉德突然启动爆摔 像一头恶狼 把老头扑倒在地 老头使出全身力气 想要挣脱 无论用尽什么样办法 都被穆拉德死死拿捏 裁判新说 这是格斗比赛 又不是搞机大赛 最终双方再次回到战力 这次老头显得更加谨慎 但还是无法抵挡穆拉德 不要命般的猛烈攻势 他像一匹凶狠的野狼 死死地封住老头的颈部 我们的青毛狮子怪 就再次陷入了泥潭 曾经苦练了地面柔术技巧 也完全没有机会施展出来 就在车臣恶狼的压制下 稀里糊涂地输掉了比赛 虽然在穆拉德面前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但也不用为他担心 老头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虽然他经常会输掉比赛 但每一次被打败 下一次依旧会卷土重来 以上三场比赛 虽然不是专业对决 但却充满着不一样的另类 各式各样的奇人异士 男人 女人 男女混合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好了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一期再见